兄弟俩正在结冰的湖面玩手 忽然冰裂开 哥哥掉入了冰冷的水中 看着即将沉入湖底的哥哥 弟弟跳入了水中 拼尽全力地将哥哥推了上去 可被推上岸的哥哥却直接走开 冰冷的寒气已经将他本就天生智障的大马冻麻木了 以至于完全感觉不到身后弟弟的呼唤 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 弟弟知道自己的生命应该要定格在这 就在这时 水面出现了一个大块的浮沫 小男孩努力地游了上去 地板抱住了浮沫 当他抬起眼看向站在湖面的救命温人时 发现竟然是个小女孩 至此这双冰冷又藏有温度的眼神 就永远地刻在了他心里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 命运再次把当年湖面上的两人连在了一起 多教授怎么也没想到 当年自己的救命温人 不仅出现在了他的世界 竟然还为了他 不惜毁掉了自己当红作家的身份 独自来到这个千里之外的精神病院 当起了病人的读书教师 但正是魔女这如烈火般的追求 让多教授这颗从小就胆小 孤僻的心更加难以接受 但正是魔女展现出的这份自信和洒脱 让从小就自卑胆小的她 更加的不敢轻易靠近 就这样他再一次习惯性地选择了躲力 可面对魔女如烈火般的攻势 他又能逃避到哪去呢 即使在冰冷的心 也终会有一天 被魔女的热情融化 就这样 最后很想轻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